过年围炉对许多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您知道有许多人因为某些原因而回不了家吗 新店警分局森坑派出所的警员吴梦宇 在过年之前三度探访一位被安置在桃园安养机构的失智妇人 虽然一度被妇人拒绝 但是凭着耐心和细心 逐渐从谈话中找寻蛛师马迹 也终于在过年之前拼凑出这位妇人过去的住所 也顺利的找到她的侄女 让她们在过年之前一家团聚 农历春节到来 家家户户都忙着团圆准备围炉吃年夜饭 但您知道每年有多少人因为某些原因 却无法回家和家人团聚 新店警分局森坑派出所警员吴梦宇 在年节之前赶忙着比对失踪人口 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休假日 三度亲自探访一位位于桃园安置机构的失智妇人 希望能够帮助她在过年前回家团圆 她看到我说我刚才表明我的身份的时候 我是来关心 我是来想要帮你找家属 她整个就是转头车身就碎这样子 第二次去的时候其实也一样 她可能认识我了 结果第一次我去的时候 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 其实她也是一样看到我说 不过第二次比较好一点 她跟我讲说我叫尤敏林 其实因为尤敏林 她是机构给她一个健保卡的身份 所以其实她也没有就讲我说 当我跟她再继续交谈的时候 她就一样是转头 就直接就是面壁就对 然后不太想理我 头两次的拜访都让警员吴梦宇吃了闭门羹 但她弃而不舍 第三次仍旧耐心的询问对方 不管是姓名过去往事 即便是只有一丝丝的线索也不放弃 耐心一点 既然即便她不理我 不管我第三次 我一定要再多一点资讯 然后意思是我就慢慢跟她聊 我先不问她的名字 我也不问什么 就从她吃饱了没有 最近身体怎么样 就一直聊聊到最后 慢慢慢慢的从主题 因为她既然只记得她的名字 那我们就想说好 那我就往她的先生 往她的家人 然后去询问 最后警员吴梦宇也再度询问安置机构 当初发现妇人时 身上是否有无携带其他物品 得知有一枚印章 因此从印章上的名字 让她推敲出其家人的住处 当她前往询问时 该名妇人的女儿 一看见妇人的照片 便认出那是自己的妈妈 那你妈妈呢 她妈妈已经就是 很早之前就已经离家这样子 不过离家 我就说那有没有报案呢 她说没有 她就说 我说那为什么不报案 她说 因为其实 当初离家不是因为 她失智她精神疾病什么走私 而是因为她跟女儿有吵架 对对对 然后跟先生的相处也不是很好 然后 我就拿那个照片给她看 其实她看了就哭了 就在除夕前夕 这名黄心妇人终于和家人团聚 警员吴梦宇表示 妇人与子女相隔十年后见面 在得知母亲在离家这十年的经过 速度不舍哽咽落泪 而看见这样的场面 也让吴梦宇感动不已 她说虽然早寻的过程很辛苦 但能够让民众一家团聚 成为她寻人的最大动力 记者杨帮友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